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诚意杨子新剧报接吻路透。 吻戏被一群人围观,CP感足也不害羞。 最近有不少正在拍摄当中的古装剧,这几年可谓是古装剧的巅峰爆发时期, 作为古装剧新一姐,杨子这几年的资源也非常好, 作为大红时期,杨子也带动了不少男艺人的翻红, 但是也难免会遇到各种的问题。 日前杨子和诚意的新剧《沉香如泻》新的路透图爆出, 两个人在剧中CP感十足,爆出的正好是两个人的吻戏, 画面中两个人穿着粉青相配的衣服,梦幻氛围十足, 诚意慢慢靠近杨子,然后两个人拥吻在一起,很唯美。 虽然周围还有不少工作人员,但是两人都非常敬业,感情也相当投入。 由此可以想象,这部剧应该是很甜了。 原本这部剧在爆出角色人选之后,不少网友没有爆多少的期待, 因为对比起杨子来说,诚意的知名度远远不及杨子, 且之前与杨子搭档的男演员基本上都属于行业内的一二线演员, 诚意能够与杨子搭档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 而且之前还传出杨子曾经拒绝过这个剧本, 这个剧本自身也是存在问题, 而原本这个剧本的女主是景田, 但是后来就换成了杨子, 杨子的确比景田更加适合这个角色。 但是没想到在路透爆出之后, 两个人的感觉也相当契合。 这几年虽然每次出演过欢瑞的剧后, 都受到了杨子粉丝的吐槽, 但是这部剧想必能让粉丝改观不少, 因为这部剧本身虽然也是仙侠题材, 但是在剧情和服装上都跟杨子之前出演的相密有相似之处, 所以粉丝也稍微放心了一些。 不过对于杨子来说, 出演这样的剧对于自身的事业来说并不算是好事。 因为从这个剧来说, 明显是为了捧成意而制作的, 杨子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变成绿叶。 虽然青簪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不能播出, 但是在当初确定人选的时候, 杨子和男主是旗鼓相当的, 跟当时的顶流搭档对于杨子的事业是有利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 出演同类型的作品也会影响杨子的观众缘, 因为出演过多同类型的作品, 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审美疲劳,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娱乐圈里, 各种古装言情剧层出不穷, 很多都是换汤不换药, 基本重点都是在主角谈情说爱上, 质量上也很欠缺, 所以这就影响了观众对于同类型作品的看法。 即便杨子的演技出众, 也不可能改变大环境的态度,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杨子当初拒绝这个作品的原因。 而且从长远来说, 诚意的事业才刚刚起步, 依然可以靠这样的作品圈粉, 但是杨子已经有成功的作品在前, 这种作品对于他事业上升的帮助不大, 因为杨子也已经遇到了事业转型的问题。 其实杨子和诚意的演技是完全在线的, 两个人也很有CP感, 只可惜这类题材的作品太多, 让观众没有了期待, 这就影响这部剧的收视。 不过现在来说, 还是很有很多粉丝期待这部剧能够复制相秘的成功, 特别是对于书迷来说, 更希望两位演员演出他们想象中的作品,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 只能寄希望于播出之后的效果, 希望这个剧能为观众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